林冲杀了能做第一吗 所以导演们 对啊 就害怕林冲把苏公杀了之后 林冲正要做第一 那就松江就麻烦了你知道吧 或者你不让林冲做第一 林冲他想做第一 你不让他做那行 那林冲永远是个反对派 是另外一个山头对不对 所以说松江就不让林冲 后来把林冲还排个第三 前面暗插了好几个你知道吧 明门之后 明门之后 霍炎卓也是明门之后对吧 杨智也是明门之后 那为什么关羽 关盛就必须当老赞呢 当老二呢 武将里面当老二对不对 所以说林冲就说白了 松江就不看好了 松江对他是限制使用 后面打仗的时候 反正也是林冲 林冲这个人他就明白了你知道吧 他知道自己怎么努力 也得不到这个松江的这个闪失 所以说呢 他呢 就是出力 出功不出力 林冲这个林冲对付詹青的时候 詹青不是连打这个 连砸了这个十几个梁上的好汉吗 对吧 林冲没被砸 林冲他就惊着吧 他不去 说明林冲跟领导就搞不好 林冲跟领导搞不好 哪个领导他都搞不好 所以他跟高球也搞不好 虽然这个高压内调戏的老婆不对 但是林冲在处理这个事业上面 他还没处理好 对吧 所以说他是高压内 是高球把他逼上梁山的 这个都不一定 知道吧 就是实在他自己没处理好 同样被高球打压的时候 还有王进嘛 都教头王进 王进人家立马辞职 对不对 立马去延安去了 对不对 那你林冲为啥就不行呢 还是贪恋 知道吧 就贪恋权力 还想着在体制内你知道吧 对吧 还想巴结这个高球 不敢得罪高球 不敢辞职 还不是自己的问题吗 所以说到了汪伦那儿 他也不敢辞职 汪伦不要的 他害怕 汪伦说你 我给你五十两银子 你去别的地方吗 他不去 所以这个人不喜欢找工作 不喜欢变化 不喜欢变动 对吧 如果他他找工作无所谓的话 那他高球打压 他立马走了 对吧 立马带着老婆跑了 你爱找谁找谁 是不是 然后呢 他跑到跑到那个连山呢 王龙不要的 他也不行 对吧 死活赖在那儿 林冲老婆被调剂 为啥还主动送宝刀上门 所以说嘛 他他他他处理不了这关系 你知道吧 是吧 你看看王龙不要的 那不要你就重新找份工作呗 他也不行 所以他赖在那儿 高压的给这个高球打压他 那你也重新找份工作 赶紧辞职对不对 不 非要赖在那儿 一直到最后 人家把他抓了 陷害他 所以这个林冲这个人 还是有问题 对不对 然后这个 这个松江不待见他 他也不走 也赖在那儿 对不对 你要换个地方 对吧 此处不留意 自由留意处 对不对 我去放那儿 反正我有本事 他不 耗在那儿 对吧 你打压我就打压我吧 排挤我就排挤我吧 是吧 所以林冲还是有问题啊 喜欢权力对 是吧 烂尾 软 林冲太窝囊 连自己老婆都保护不住 对对对 观神学家头 虎假虎为 也得像小县城公务员心态 林冲不是 林冲就是小粉小红 林冲就是小红 就是黄鹅 类似这种黄鹅心态 猪童雷痕 谁是个好人呢 林冲是好人 好人你把王龙杀了 那叫好人呢 这个 你说好坏不分啊 你有小红的倾向 我感觉是 小粉小红 你说好坏不分吗 他把王龙杀了 他是个好人 完了高求到了连山 被连山抓住了 他不敢杀高求报仇 那叫好人呢 叫什么好人呢 不是王龙不是 真心带林冲还能怎么样 你要是王龙 你怎么带林冲啊 你把林冲供着 叫爸是吧 叫林爹是吧 给叫鹅爹一样是吧 怒奖七号 你要是王龙 你怎么着 王龙气度 那王龙什么气度 让林冲当老大是吧 不是那连山拼啥 就给林冲啊 我猜人家在那打拼了 多长时间 什么叫气度 林冲去当老大 你说怎么样 显得林冲王龙气度大 你说说 你说说王龙怎么样 就显得气度大 电视剧 你得看看原著啊 你他妈看电视剧的 你跑来讨论 拉黑了啊 什么玩意这是 你好歹把原著看一遍 还不停地刷屏在这 看电视剧的 你好歹把原著看一遍 你把看电视剧的 在这下去讨论 你这怎么 电视剧的改成什么样了 都已经改了 没法看 美化林冲就是为了 美化林冲 只是为了蹭托出高求 蹭托出宋朝的黑暗 是为了蹭托这个梁山反抗 对吧 他的革命性 你知道吧 所以说咱们历来 就是美化这个林冲 你知道吧 说林冲被压迫 知道吧 这就是有原因的啊 所以说认为林冲冤 认为林冲被去的 被压迫的 只要有这种观点的 基本上都是小红 小粉小红啊 脑子被洗了 写林冲被压迫 是为了突出宋朝这个黑暗 关逼民法 知道吧 就逼了 不就是体验这个吗 然后这个 然后这般土匪造反 就是那就是天津地 应该造反 对吧 所以说 你还读电视剧看我的 这真是 武松就不一样 压制必报 对 不利就弄死谁 对 对 武松 武松对 武松报复心很强的 提天心的对 没看过援助大部分 对的 没看过 关键抬杠 你讲一遍 他还在那里抬 就是傻逼玩意的 对不对啊 他问我 王龙什么什么 真心对的吗 那么你都没看过援助 你都没看小说 你看电视 给我抬个 就是 武松的援助里面啊 同样的事情 他在不同人身上发生 结果不一样 王静 对吧 高求一单太位 拿王静开刀 王静怎么处理的 王静立马跑了 对不对 然后等到拿林冲开刀的时候 林冲在那自扛着 还在那保他的官 还想当他那个小官 你知道吧 死活不走 完了之后 让他去白虎丹 献刀 保刀 他跑去争献保刀 被人陷害 是不是 你看同样一个事情 都是受高退位打压 为什么王静是选择跑呢 都教头啊 王静的官比林冲还大 人家二话不说 立马半夜 带着老娘跑了 是不是 林冲呢 自己老婆被人家高退位 高崖那在那调戏 完了 还有强奸的 对不对 还有这戏码 他都不跑 完了之后在那 你说这 他干啥 不动脑 对 援助他怎么屠杀 蒋门人和那几个女的 屠杀 蒋门人是在那个 在鸳鸯楼吧 战斗间家里嘛 怨了怨了 铁剑怨了 那蒋门人跟战斗间 战团练三个人在那等着 等着好消息 等着前方传来 武松被杀的好消息 结果等来武松呢 松段没死 然后第一个就把战斗 就把咱们人给杀了 然后杀战团练 再杀战斗间 是不是 再把那战斗间家里 碎着女的男女 全杀了 援助武松简直太狠 武松是 武松是古后仔 好吗 武松是古后仔 而且武松是混黑社会的 心狠手辣 这个你得承认 武松是混黑社会的 心狠手辣 杀干 杀关系 对 而且武松经常是 先下手为强 他可不等你啊 他先动手 而且他做事 他就在这做绝 杀就杀干净 那这是武松的特点 武松这个 整个水浒上面 社会经验最足的 混社会最足的 警惕性最强的 就是武松 你找不出另外一个人 就武松 武松适合做特种部队 我觉得武松打仗肯定不行 但是武松要做个特种部队 是没有毛病的 但是这个松江不用他嘛 松江不用他 松江把他 让他当个马军 这步军都督头啊 其实没啥用 你知道吧 起不了多大作用 然后松江让谁 当特种部队的呢 竟让那个什么 燕青啊 让谁啊 让什么谢真谢宝啊 让什么 反正就是 反正不 就是这活 让武松干会更出彩 更能出成绩 他不让 明白了吧 就是二龙山这一派 他要打压的 他要打压 就不给你出彩的机会 对 武松对 武松做这个什么 突击队长 绝对没毛病 对吧 他是特种部队的 然后就经验也足 这个整个的 整个的水浒上面 被蒙汉药蒙倒的人 有多少个 鲁志生 松江 戴宗 还有谁 还有杨志 多少好汉啊 都被蒙汉药蒙倒过 只有武松没有蒙倒过 对不对 武松认识 人家知道你那是蒙汉药 几次都蒙不倒他 然后还有啊 这个武松就能看出 人家要杀他 对吧 他一看你反应 看你脸色 他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你要杀他 所以他叫先动手 飞用谱就这样嘛 飞用谱是不是 人家 你四个人都打不过 他手脚都上 脚又脚练 对不对 脚疗 手又手疗 对不对 上着架板的 人家 人家一看就知道 你要杀我 对不对 人家马上先动手 但是你看看那 林冲和鲁志生 俩二货 这俩人一点 社会经验都没有 对吧 人家那个 两个压送的警察 要杀他 他一点都不知道 让人家绑起来 让人绑之后 完了这个 人家要拿棍子敲他 对不对 准备送他上路 这卢俊逸就是哭 卢俊逸就是哭啊 真的 所以说 我觉得卢俊逸能叫好汉吗 动不动就哭 林冲也是的 林冲就把眼睛闭上 觉得哎呀 咳耻了一声 终如要结束了 结果又被人救了 你知道吧 被鲁志生救了 这个卢俊逸是被燕青救了 就这么蠢 知道吧 就人家杀他 都不知道 是吧 你看武松 路上人四个人杀他 马上就反应过来 林冲 别人治他就死 这也反应嘛 对对对 林冲和那个 林冲和卢俊逸 两人都是董昭和谢霸 董昭和谢霸 要要 要把他俩处死 把那个林冲 把这个卢俊逸 而且用的方法 是一模一样的 连话术都一样 你知道吧 林冲小白 所以说他们没有 什么社会经验 你看武松 对吧 武松社会单007 没毛病 武松这个人亲戚 对吧 他一个人 他带了两个人吧 押送那个深圳刚 到开封 一点是没有 是不是 你看 那个杨志 就被人搞死了 明白吗 卢俊逸写的一点猛 卢俊逸 他功夫也厉害 确实厉害 小说里面写的确实厉害 但是卢俊逸 好像也叔叔没脑子 就是那种 比率发达 头脑简单 卢俊逸就是个 大号的使径 知道吧 他卢俊逸的身世 跟使径差不多 使径只不过是小 就是说我理解 使径就是年轻时候的 卢俊逸 年轻时候的卢俊逸 都是财主 都是家里有钱 然后就喜好练武术 对吧 喜好 一个是给自己身上刺绣 一个是给男宠身上刺绣 你看看 都喜欢那个纹身 反正都不是好人 对吧 纹身嘛 一个是给自己纹身 一个是给 给燕青纹身 反正喜欢 对吧 反正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这个 卢俊逸 就是这个 使径就是年轻时候的 卢俊逸 对吧 卢元外 那时候元外是地主 对吧 地主 地主曾称元外 对吧 哪有什么 没有官职 大名府的 石秀是武松的平替 对 对 石秀对 你这么说对了 石秀就是武松 跟武松有点像 反正都有点变态 石秀是 对吧 观察能力很强 低配吧 石秀也很迷 青春吧 交的多了 春年报19万 报税什么 他没说 最近怎么不跟心水虎了 石秀多管闲事 石秀就是变态嘛 就是变态 张青是梁山的天花板 不是 不是 就是张青是狙击手号码 就是张青打仗是不行的 你知道吧 那元柱上写的 张青如果不认十字的话 他跟人打不了几招 他跟燕青是一样的 他跟燕青差不多 其实他也不认十字 他打不了几招 打几个会合就不行了 他绝技就是认十字 认十字说白了 就是远距离攻击嘛 对吧 有点像狙击手嘛 远距离攻击啊 怎么这十米以外吧 你那个其他的 你那个拿长枪刀 那不是进战 热锅嘛 是不是 所以说张青就占这便宜 你知道吧 而且认十字比射箭要快 摸出十字就砸 对吧 那个射箭呢 你还得先把弓掏出来 然后再把那个狐狸 再把剑拿出来 然后再两只手配合 对不对 然后拽 然后瞄准 他那个认十字是 动作非常隐蔽 你知道吧 对吧 所以你拉弓的时候 人家有反应的 你知道吧 你只要把弓掏出来 人一看见 你就要射箭 对不对 他认十字 隐蔽性非常强 你知道吧 你也不知道他干啥 你以为他是扣痒 老哪儿 突然摆出个十字出来 辽君 一弩弓 射中喉咙 对对对 就是射中喉咙了 实秦实秀 詹青啊 詹青喉咙咙 被人家射中了 对 我觉得所以我是 诸童比较厚道 救了好多人 诸童啊 诸童 诸童反正是 他纯粹是 宋江的救命恩人 所以说诸童 把他列三十六天罕 反正有点那个 也点勉强吧 他没有战绩啊 没有什么任何战绩 对吧 他救人 那就纯粹是 他因为救了那个宋江 他诸童后来 也没什么战绩嘛 他连什么 他连使劲啊 什么这个地杀星 地杀星也什么 警报的杨林啊 是吧 连杨林的砍放好几个 杨林啊 杨林还杀了谁啊 一刀把谁砍 砍掉河里去了 诸童纯粹是 因为是救了宋江 所以给他安排一个 安排一个这个 三十六天罕 帽子是不是 逃犯是好 美然宫嘛 诸童对不对 诸童的外号是叫美然宫吧 雷恒 这个诸童是 诸童是放雷恒吧 雷恒是放宋江吧 对吧 反正诸童也放宋江 知道吧 就是反正 反正他们的 诸童 诸童犯是 是因为他犯雷恒 知道吧 对吧 把雷恒给放了 押送雷恒的路上 他把雷恒给放了 然后就投案自首去了 对吧 管子适应 比B站适应大 管子好点 这个雷恒跟这个 诸童两人是同事 但是他两人是 不是特别那个好 不是是同事 不是好朋友 不是那种知心朋友 知道吧 这个是肯定的 就他俩关系一般 是同事 而且可能 他们互相是防着的 互相提防着的 他们俩人都跟宋江 关系不错 但是他们俩人 也互相防着 所以在那个 第一次放宋江的时候 宋江不是跑回家吗 这个 那个 他不是杀了叶摩西吗 对吧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信令就让这个 雷恒和童两人 带着人去 抄这个宋江家吗 然后这个 朱童就为了 朱童想放宋江 但是他担心 雷恒不同意 他把雷恒知道前门 他在后门 因为他知道 宋江家哪有个地道 然后呢 这个雷恒那也担心 朱童不放 他也担心 但是他们俩 说明他们俩没有沟通 他们俩也不会 不会交底 所以他们俩互相 这些不信任 雷恒也想放宋江 所以跑到 他的前门 他还准备要动手 要实在 雷恒但是好像是想 就实在不行 他就把朱童给做掉 杀朱童 好像这意思 宋江比较重用秦明 秦明是自己人 秦明是自己人 对你说的 对秦明 霹雳火秦明 秦明是自己人 是宋江认证的自己人 所以有功劳让他上 对吧 给他创造机会 立功 秦明 秦明不是那个谁吗 那个花蓉的魅系吗 是吧 花蓉跟宋江什么关系 对吧 俩相好的 所以他们是一家人的 你要这么说的话 他们算一单挑吧 廉禁 说廉禁 宋江不算廉禁吗 应该是叫廉禁吧 那都是亲戚 死平常 所以说来说去 就是临冲比较趋嘛 对吧 临冲比较趋啊 也得不到重用 对吧 好机会 好机会 也得不到他 也得不到他 最后打翻腊 他还没去 死了 是打翻腊 他没去吧 这些就死了 对不对 所以临冲是 临冲就是这个人 比较那个 这个《水舞传》里面 写临冲 猪童那小孩死老惨 那不就是 猪童 小牙内 那叫小牙内 对不对 那不就是 无用跟那个 无用干的吗 无用跟那个谁 跟李逵嘛 无用的招 无用是最坏 无用是最坏的啊 这上面 所有的骗人 把人骗上山的 或者被逼 山凉山的 都是无用干的 一个是 对吧 你看宋江 猪童 柴童 柴竞 卢俊逸 多了去了 这些人都是 都是无用啊 使得一模诡计 神医 按道权 猪童最后 断大锅了 这我们 我们还没注意 猪童 就恐怕是 胡子好看 有艺术气息啊 那个赵宋慧中 比较喜欢 啊 不 我点点赞 点点赞 今天还是第三名的 你知道吧 昨天还是第一名 点点赞啊 双击屏幕 谢谢谢谢 转上量 对 见上 无用自杀 对对对 无用自杀 无用不自杀 就没法弄了 你知道吧 必须自杀 太平津街头是 对 以前体制内的 都比较善中 九天选女 九天选女 是无用跟那个 跟宋江俩编出来的 好吗 送宋江书 然后给他送了一副 那个告子 那就是 那个占卜用的 工具 那是宋江跟 跟无用俩编的 深编的 哥们你在国内 国外 加拿大 加拿大 这谁的 骄然和 金大尖俩 金康之辈 一锅端了什么 混江龙结局不错 李俊嘛 李俊还行嘛 神算子 神算子是 祝武是不是 哎 不对 第二名 第二名 第二名对 第一名 第一名 罗真人 罗真人也是编出来的 好吗 我认为啊 我认为罗真人是个 就是吹出来的 吹出来的 就是宋江为了 为了自己的合法性啊 一个是吹出来的 第二个就是说 你看里面啊 至亲代表佛家 罗真人代表道家 无用代表儒家 对吧 可以这么理解吧 儒是道 都在里面呼诊 儒是道啊 可以这么说吧 那个鲁之声 至亲长老嘛 他是儒家嘛 对吧 不是不是 佛家嘛 罗真人是道家 真人嘛 无用 就是代表儒家 蒋进 混江龙 最后走出海外 远走高陪 对 书觉得黄炳咋样 虽说是反派 但他自己说 为国抓贼 是好是坏 也难说 黄炳是怎么说呢 黄炳怎么说呢 你要知道 在江州啊 一个是蔡九之府 是不是 蔡金的 这九个儿子 蔡九之府 一个黄炳 但是你要知道 江州还有一个人 叫戴宗 他是无用的人 所以这是跟无用有关系 什么节不节发展 什么那个 宋江提反师 我怀疑十一八九 都是无用安排的 跟无用 跟无用有关系 黄炳呢 他想跑官 跑官啊 他老去蔡九那 对吧 想去 让蔡九在菜季面前 美言几句 对吧 他还不升官升得快 他就急于立功 知道吧 急于立功 好不容易逮着这么个事情 但是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个 无用在里做什么手脚 对吧 让这个戴宗 在里面整些啥事 这都很难说啊 我是高度怀疑啊 是无用在这里动手脚啊 对吧 要把这个宋江跟这个戴宗 主要是宋江 逼上连伤 因为宋江如果不杀的话 宋江没有提反师这个事 宋江他已经安排好了 他坐几年牢 回去还是当官的 你知道吧 体制内的 因为那时候要大赦嘛 宋江能到江州坐牢 他不是经过梁山吗 对吧 他经过梁山 梁山让他落草未扣 他不干呢 他不愿意啊 因为他还要回体制内啊 所以这个无用就很生气啊 无用就说 我给你写封信 我在那个江州啊 一个老朋友 对吧 两院结局吧 代院长 戴宗 对吧 好 你哪那么巧呢 对不对 那然后无用让戴宗照顾宋江 往哪儿照顾啊 肯定往梁山照顾啊 他就想把宋江搞上梁山吗 这就是无用的 你要这么想 无用是新纪律的 要把宋江搞上梁山 那你后面的什么杀宋江 然后劫阀场 这些都是无用安排的 有一天节目咱们说过了 对吧 无用就是为了 就是为了这个 卖个破绽 所以黄文敏呢 那就是个新生品而已 黄文敏 对 你这说太对了 黄文敏比毛新火呢强度了 黄文敏不是捕风捉影啊 因为黄文敏举报那个宋江反尸 那是 那反尸是铁证的 宋江就是要造反 那写的 他酒后多了 他就是有反义 对吧 然后这个黄文敏说这个 说这个 说这个 太金的回信是假的 人家识破了 确实是假的 你怎么能说 黄文敏有什么问题的 黄文敏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 梁山这个水谷啊 当作是农民起义 是吧 反看压迫 所以说 那既然是农民起义 那宋江他们 就是梁山做的都是政党的 那梁山的对立面做的都是错的 所以说那个 我们就宣传说黄文敏是有问题的 对吧 是这样的吧 实际黄文敏 人家 人家勤勉尽责 人家是勤勉尽责 一点问题都没有 拿了国家的俸禄 给国家干事 对吧 叫勤勉尽责啊 对吧 拿一份俸禄 做一份贡献 好国阴家木 刀兵点水 对啊 这就是 不是无用 就是宋江自己干的 我觉得是无用散播的 无用就是这样 无用就是散播 就是要把宋江 逼上梁山 你要记住了 一定是这样 立场看这些 就被待会儿退 无用 这个 对 那个 传民谣啊 传民谣 那个 浩国阴家木啊 刀兵点水公 什么山东 什么什么三十六 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他们有个民谣吗 说要造反吗 然后就是宋江吗 那个民谣 十一八九 就是无用散播的吗 这很多 你想想就知道了 无用为什么散播这个呢 说白了就是想让他杀 你知道吧 就是杀宋江 完了之后 他们想办法把宋江救出来 把宋江逼上来 你知道吧 宋江不是不愿意杀梁山吗 宋江在 宋江在江州 啊 服刑完了之后 他还回去 回体制内 还还可以当 当官啊 压司 然后这个 武松也是呢 你看武松 在孟州城 他跟那个 施恩良 勾搭上之后啊 劳臣营的施恩 他也不 他也不 他那个时候 他也不杀人 对不对 他打蒋蒙神 最打蒋蒙神 打扶了之后 让江蒙神 把江蒙神拉过来 他没有说把江蒙神给除掉啊 他把江蒙神拉过来 让江蒙神 跟那个施恩 交接业务嘛 交接对不对 地盘 你你爸 让江蒙神把你的那些 那些社会上那边人叫来 告诉他们 以后这样的老板 收租子的 是施恩 对不对 江蒙神正好认 对对对 对吧 他没有把江蒙神给干死 武松啊 为什么呢 就因为武松也是的 他在孟州啊 坐牢之后 他还回去 还回阳谷县当都头 说的阳谷县令啊 说让武松好好改造 改造完了之后 还回阳谷县 继续当他的都头 这是可以的啊 过去也不会 因为你坐过牢 你就不能当大官的 没有这个啊 还可以当公民 所以说 武松还有出路的 你知道吧 他的服刑 服刑这个回去 结果 结果因为这个 对吧 江蒙神要报复 才彻底把路断了 最佳一顿 是吧 他就杀了人更多了 这个松江也一样 松江在江州 坐牢牢啊 他要回去 还是当他的这个压司 他还要走体制内 你知道吧 所以说这个 无用就得想办法 让他上梁山 所以这一切都是 无用安排 都是无用在害他 射团不揉沙子 对 看完水浒 四个字 私有如故 小说嘛 小说看着玩 那就私有故 是私有如故啊 就是看着玩嘛 水浒的尽头 是体制内 你说太对了 你说太对了 水浒的尽头 就是体制内 都是想进体制 所以松江 松江上了梁山 还是念念不完 进体制 对不对 还念念不完 也招安嘛 进体制 武松给黑社会出头 把前途毁了 对对对 你这么说 对 他要不是在那 谈地盘 他老老实实做完 他还当他的嘟头 走到最后 就是无用算错了 这就说明 山东人 喜欢体制内 这是有历史的 对不对 自古以来就是 就是做了土匪 还想进体制 武松老老实实 当好赵东来 武松吃远不吃印 武松吃远 对对 武松吃远不吃印 你说对了 武松在水浒里面 可会调戏女的 你知道吧 武松调戏啊 他调戏江门人老婆 对不对 是吧 他调戏孙二娘 反正这个小说里面啊 水浒里面 要写调戏女孩的 就是武松 连西门庆调戏 都写的非常少 对吧 但是武松老调戏女的 先出手和戏兄 对 武松 不管是 而且他调戏 你知道吧 武松是出言就调戏 西门庆反而没什么调戏的 对吧 你看西门庆 西门庆追那个潘金莲 那说的都是 对吧 没有 非常对潘金莲 是非常增进 你知道吧 没有任何调戏的 是吧 但是你看那个武松 那全是调戏 你知道吧 阮家三兄弟 最后打游 不是就一个嘛 那两个都死了 死俩 水浒坐着 对 水浒坐着 写对 写战斗场面 非常难看 你要看那个 你要看那个战斗场面 大部分人都想跳过去 你知道吧 不想看 描写的特别枯燥 没啥意思 西门庆有文化 阮家三兄弟 最后还是打游的 大家也对 他不是他描写 描写个人的时候 比较有意思 描写武松啊 林冲啊 描写这个鲁之声 使劲啊 对吧 单个描写 其实挺好看的 对吧 但是合到一起 然后那个打群架什么的 对吧 然后打仗什么的 特暴躁躁的 没啥看 但是你要看这个 松江每次派人啊 松江每次派人 他有讲究的 他每次让谁 对吧 让哪些头领去 哪些头领留在家里面 哪些头领侧应 哪些头领冲锋 哪些人在里面呼应 那松江还很会派人 知道吧 松江很会互相牵制 这你哪一派想造反也不行 不能坏他的事 他把他每次派部队的时候啊 各个派别里面都掺沙子 对吧 林冲出去的时候 后面肯定跟着这个 松江的亲信 然后这个朝盖的旧势力啊 朝盖的旧势力啊 什么阮家兄弟 刘棠 还有什么白胜这些 他也不会让他们自己跑 他肯定是掺杂着这个 什么李俊 或者是浪里白跳 张顺 张恒什么的 就互相牵制 他体制 是吧 但是互相牵制 然后那个 他派 他派鲁志生 派武松出去的时候 他又安排别人跟着后面 就是打仗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他那个松江啊 你别看他胡点 他派人非常会安排 你知道吧 让你互相牵制 没打一仗 调一次架构 对 独战队 对 他就要牵制 就害怕你们这捣乱 电影投名状 好 差不多了啊 差不多了 明天再聊吧 下聊 明天再聊 明天再聊 花钱去国企 明天再聊吧 818 晚安